据外媒报道,京东CEO刘强东的妻子张泽天,以1350万澳元约6556万人民币的价格,出售了位于悉尼The Rocks区Stamford Residences顶层公寓,比2015年入手的时候亏本270万澳元约1311万人民币。 这套公寓是刘强东在2015年以1620万澳元购入的,登记在张泽天名下。 据悉,买下这三层豪华公寓的人士,酒店巨头拉米脑特·薛米奥奥特和其妻子纳蒂亚·纳蒂尔,这对夫妻是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的这套豪华公寓。 张泽天这一做法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,大家都在猜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 要知道刘强东也是刚刚遭受了风波。 前段时间有网友发出来张泽天的朋友圈截图,他认为2018年是他最丧的一年,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生活工作方面。 短短的一百多字引来了外界的各种猜测,有人称这段话是对刘强东出轨仪式的回应。 也有网友表示这是要离婚的节奏。 但到目前为止,他们俩人对这件事都没有明确的回应。 如今,奶茶妹妹抛售豪华公寓,再次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论。 有神说,对现后是不是就是张泽天自己的财产了? 还有网友表示,这是开始分割财产了吗? 做党官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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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